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也就进入了 星期三早上 11月17号 那感谢赞美主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我们真的要准备好回家 那我们还剩下多少天呢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应该是18、19号 那20号就是救恩 就是应该在星天星的那一端 第一天 所以我们还剩下 应该是32天了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昨天32吧 今天不一定31了 我们也可以说32 就算多一天也无所谓 好那接下来 我刚才已经传给大家 于牧师的讲 一部分的讲道 所以大家好好的欣赏 虽然每一天你可以说 为什么每一天先来的 好像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听 听了听了 在我们心里面 听到了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慢慢的进去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在行为上 德行上 在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行动 一切都会向着主 对于跟着我们所听到的 就会行到 所以不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说 听一两次就够了 就是一直要听 一直要听 那就会进入我们心 ok 照常你一直听到你的邻居 一天到晚一直骂臭话 骂骂骂你不久了 久了久之 你自己也变成会骂 不是不会骂的话 你头脑也会一直出这个字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每一天都要讲一样的话 那就远远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讲的都是好的话 都是神的话 这是神 在就业里头 叫以色列人 你要把你神讲的话 ok 要放在这个 绑在你的子女的 这个那个 wrist wrist叫什么 就是你的手跟 lower arm那边 就是叫什么 弯性这样讲 好 那接下来 大家继续努力 要记得 远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 爱人 要记得 我们的三弟 是三位一体的三弟 天父 天子 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没有主耶稣 是没有救恩 是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仰望着主耶稣 准备好三件礼物 就是信心 爱 心与胖 那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 就请看journal page 那journal page 我们先看这个right inside 就是右边 那右边我写着12 18 19 有没有各种颜色 因为以前就是看到这些颜色 12 橙色 orange color 在12点的单位 在12点的单位 也就是12月 ok 我们每一天用的资历 12月 那18 18 8 8 18 我们知道说是18 18号回家 西方18号回家 然后8 就是代表家 ok 那接下来呢 也可以说8号到18号 也是最后的10天 就是阿爸父 前面的10 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现在发现 你说最后的20 到底这个20是哪一号的 哪一号呢 我要以几个方式来看 那接下来 之前不是有讲到 22号 23号 加10天 就到23号 12月 然后加10天 就是12 13后面 又加6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讲说 之前不是有看到12点 单位是28吗 28加10天 就是什么 就是12月的8号 那就是西方 然后再加10的话 那就是西方的12月18号 那东方就是19号 所以 怎样讲 不是 那之前不懂的时候 就是很难抓到 到底神在跟我们讲什么 到底从哪里到哪里 ok 不一定 你们 我们当中 有些人比我更懂 很有可能 但是 我们 怎样讲 没办法 丽丽没有这么聪明的 腾脑 只有让这三地给我歧视 我才能够跟大家讲 好 讲到这边 那请 第二 第二 函那边 就是看到的 以上 就是 official official 就是正式的 或者是公认的 是上帝定的 已经在天上有个会议 会议说 就是78 不是78 76 76 就是13 ok 那是公认的 在天堂 所以 接下来 旁边就看不到 是什么字 所以我只能够看 写下来 我看到了 好 76 76后面又加6天 所以写着 但 但就是我了 6天 ok 那7加6 加6 就是19 好 7加6 加6 就是19 那接下来 旁边又有青色的 就是新天性地 哪一端 青色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我们刚才讲19 那天国就是20 我们在20应该再重复在天国了 开始新的生活 ok 新的人生 远远没有死亡 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ok 没有战争 没有病毒 ok 跌倒也不会受伤 而且子子孙孙相扶 happily ever after 没有结婚的 到另外一段 神会准备 已经准备好伴侣给你了 但是如果有些人 退出去之前 已经跟他讲 我有看到 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然后他们退出去的 那就失去了 这个缘分了 大概他会在地上结的分 那些不是上帝定的 那他们就很有可能 就是不会有快乐的婚姻 ok 那那很 就是讲 最显示的就是他的子子孙孙 ok 子孙 因为子孙在新天新地都是在享福 那子孙在这个地上的就痛苦了 所以 根本人就是有时候 就是看眼前面 而就是 他前面没有看远一点 如果看远一点 就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给我们的福分 是超越一切的 好 讲到这边 那边看到七七 ok 七七就是十四 七加七就是十四 十四号 是以色列人的十月十四号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十二月十八号 ok 那接下来 走栏那边写着二十 那就是 七 第七 怎样讲 十三 再加七就是二十 所以 所以 你看到二十 走栏那一段 那接下来 下面我已经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就十天十天 然后 有没有看到十六二的 那个orange color的 橙色十六就到二 然后 上面是什么 上面应该是十七到二 那是什么 十六加二不是十八吗 十七加二就是十九 所以 这边 其实也是跟我们讲到 十八 十九 但是 我们就是不清楚 到底这个二是 就算我们知道是十八十九 倒是是哪一个月呢 但是如今我们知道 是在十二月了 好 那接下来 就是 所以我刚才讲的 在十二点单位是二十八 然后外面写着二十二 二十也是新天新地 那二十八加二十 二十八 二十八 十一月二十八加十天就八号 然后加十天就是十八号 OK 感谢咱们一组 那接下来二十九呢 倒转的二十九 再加十天就是到九号 再加十天就是东方的十九号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有看到这个 那接下来有看到这个 这个蓝色的半个圆圈的十中有没有 OK 那中间写着四 然后两条线上去到十点 两条线上去到十点 也就是二乘十就是二十 我相信神的意思这个就是讲说 他说我讲四点的话 就是讲到二十分 OK 二十分 那大家讲四点 四也是代表天国 那二十呢 当然在天国里头就是二十号了 然后呢 在金色的那个十中里头 四呢 就是代表天国也是二十号 然后十二 二十二就是我了 然后十二也是可以说是十二月 OK 那十二月二十在天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四 四蓝色的 四也是以色列人的四月 也就是十月 OK 也就是特伏 那四点呢 也可以说是十六点 所以就是以色列人的十月 或者是四月 也就是特伏 十六 其实这个两个十中呢 都跟我们讲到 我们每一天用的资历 以及以色列人的资历 我们就是没有这么聪明 但是还有一个不要这样讲 有时候就是 上帝还没有歧视给你 你就是不会知道 上帝是万能的 他要根据他的时间 不是根据我们的时间 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聪明智慧 是聪明智慧 要从神而来的 才是正确的 才是真理真道 好 我们接下来 请看中间那边 有没有看到十二二零 我昨天讲了一五五十 有没有讲 青色的 十二二零 青色就代表新的开始 有没有 我给主耶稣假扮的那个乞丐 给他二十块 所以呢 我就看到 这个青色的 加拿大的钱 OK 二十块 所以十二二零 就是十二月二十号 在新天新地 第一天 在新天新地了 然后呢 一五五四呢 一五五四 十五加五 不是二十吗 十五加四的话 十五就是昂西 十五加四就是十九了 所以四是在东方那一端 就是东方是十九号 OK 那东方十九号 到了我们这边是十八号了 好 接下来 之前不是有看到 其实我想清楚 我是有看到2019 那时候是阿兵去世 是什么时候呢 他只有他的哥哥 他们大概 我相信就是九月十四号 是不是啊 如果有错 请大家原谅一下 当时阿兵去世是2019 OK 2019 所以阿兵去世也是神带他回家 我有看到主耶稣抱着一个美眉笑笑的 第二天就是阿兵走的时间 有没有 所以这阿兵走 那个时候是五点 我好像是他是四点多五点吧 我这边就是我比较前一个小时 就是看到有一个铃这样 他是像银这样白白的 他就从我这边的 左边那边走到右边那边 走得很快好像在飘这样过去 我就觉得很少看到这样的异象 然后就知道是阿兵走了 好 那阿兵走了之后好多次 他也跟我出现在我前面 跟我讲话 因为他的 这样讲他的灵是活的 大家不要当做基督徒 死啦 死人不是没有死 我们只是周体的死 我们到另外一端有新的身体 所以基督徒是没有死的 只是离开我们周体上离开 灵魂是到另外一端 我们到时候到另外一端 就与他们相见了 我真的很想见到我的家人非常小 而且也见到很多圣徒们 见到主耶稣最重要阿爸父 对不对 你们想不想呢 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 好 讲到这边 那十四九月二零一九 就是二零就是救恩十九 就是东湾的十九号 然后十四呢 十四 十四写在西方对不对 那十四 以色列的十四号 也是我们用的之力十八号 还有昨天我忘记跟大家讲 我有写下来当时忘记讲 就是Einstein Einstein他出生的日子是 十四号 上月十四号 那走的时候是四月十八号 OK 四月十八号 那如果大家看一看 十四 以色列的十四号 也是我们用的之力十八号 其实这边就是跟我们讲到 以色列的之力 跟我们的之力的连接关系 也就是证明说 我们是回家十二月 以色列人是十月 或者是四月 还有一个我忘记写下来 就是第三个意象 看到Einstein的意象 它底端有写着字 但是我只抓到 二 然后后面六个零 什么二六个零呢 就是两百万 什么两百万呢 是不是我们走上 我们上去的速度 是两百万 每一个什么两百万呢 所以是很快 但是我们不觉得 因为这就是 relativity 还有一个就是 quantum theory 感谢咱们一周 那科学家都有这个证明 难道你还怀疑吗 上帝是万能 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 什么relativity quantum theory quantum position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都比不上我们的上帝 上帝是超越一切的 好不好 根本就是 我们只不过是成途 人算的是什么 对对 好 接下来 我记得有一次 上帝跟我讲说 看到意象吗 like a year like a year 就好像一个年份 一个年份 什么像一个年份呢 当然是2019 有看过2019 对不对 下一个年份 就是那个日子呢 就像一个年份 那就是2019 好 接下来呢 饭的天 看到红色的是饭的天 饭是八话 的是八话 一直看到的 有没有 的的的 就是八 八就是心天心地 哪一端 OK 那八十八 然后天就是四话 那加起来 全部就是二十 OK 那二十的话 我们已经在另外一端了 OK 那得就是穿着白衣 穿着细麻衣 方呢 方就是世界上四个角落的 另外一个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忘记找了 忘记写下来 一二三四 是什么意思 那个 那不要紧 也可以代表 到里头 也有人 人 四面八方 的人到心天心地 的第一天 就是二十 好 接下来 有看到十七十一 然后又有二 对不对 十七 十七 十七就是八加九 有没有 八加九 十八 十九 然后十一 就是背题二 就是走了 OK 是这样 十七 十七号 十二月十七号 十二月十八号 然后十二月十九号 那十七号 就是胜利了 胜利的就等候了 那第二天就回 那东方就是十九号 我们这边十八号 所以再一次呢 就看到十跟八 十加八 就是十八 就讲到西方 那接下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给我们一个确定 这是什么 就是看到三粒苹果 那三粒苹果呢 两粒是比较大的 一粒比较小的 然后又有一块 是好像一个一这样 那两个大的 就是十二加十二 就是二十四 二十四 小的是八 之前四五年前 有看到一个圆圈 只是八 八份而已 八份一个圆圈 那一个圆圈 十二是二十四 再加八 就是三十二 这个意向呢 是在早上 昨天的过了十二点 早上十六号 那十六号 那再加一 三十二 那今天还剩下三十二 昨天是三十三 对不起啊 昨天应该是三十三 昨天三十三 那今天就剩下三十二了 所以后来有看到牙齿 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就看到牙齿 牙齿呢 一个大人 最多牙齿三十二颗 好 接下来 就看到背景是黑的 然后里头有一个 长方形或四方格是亮光的 那就是代表 新天新地哪一端 是这样我看到电视的电视台 那前面是黑色的 然后里头有一个部分是亮光的 然后就好像我的手还是圣灵的手 就拿着那个remote control 电视的remote control就把它压那个箭头 这个箭头就压在哪里呢 在那个新天新地那一端 就是说我们的标杆 就是新天新地 是亮光的 充满着正义 充满着神圣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好不好 那大家请看第一那边 第一那边呢 有看到 第一那边是十加币 等于多少呢 那是全天看到的一项 那十加币就是十再加二就是十二 我相信就是讲到十二月 然后昨天有看到十三币 然后十三币上面呢 就有比较小的写着十九 那十三加二的话 币就是二就是十五 那以色列的十五号也是我们的十九 好 那就配合了 就知道是十二月了 是直到十二月 因为怎样讲 如果在另外一个月呢 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那有看到红色的三 三就是五王了 好 接下来神又给我们一个确定 什么呢 就是两个方格 上面写着八九 下面写着六七 什么呢 六加七是十三 然后八九呢 八加九十七 那十七号呢 也就是以色 我们用的十七号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十三号 以色列人的十三号 也是我们的十七号 那就配合了 那就是十二月跟以色列的十月 好 接下来有看到二 二当时是风格的 二就是回家 另外一个二就是十四点 两点是十四点 对不对 那十四点以色列的十四号 也就是我们的十八号 就是西方 我们应该是十八号回 然后之前不是有看到很大字 真的很大字 十四点四 然后四点十四 有没有 一个是白色 银白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那十四 以色列的十四号 四月 也就是十月 也就是Turvet 就是Turvet 十四号 那Turvet 十四号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的之力 十二月 十八号 那你说莉莉 好像你讲话这个方式 好像我以前有听过好多次 对呀 但是现在难道神还是越来越远的吗 没有可能 是我们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 所以一定要充满着信心 不要再怀疑了 那怀疑留下来的 真的很可怜 你的家人不一定也没有得到这个福分了 最终要我们准备自己 还有我们的作家人一定要准备好 好 讲到这边 就看到 信天心地那一端 本来是一个方格 照相下面 看到主耶稣在另外一端 这几个意象是一起连接 one after another 就看到信天心地那边 有两个门 这样 两个门 后来又变成三个门 这个门 就是我相信它的意思 就是说你给你的日子是有两天 回家的两天 当时你要把它写成三个 就在上面 有没有 ok 上面的有没有看到18、19 我是没有把它分隔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其中一个意象 就是写着一个方格里头 是一个方格 然后后面是长长的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分了 ok 那讲到这边 就是三个 三个就是讲到几月 然后几号 我相信神的意思是说 已经给你了 然后接下来 看到主耶稣 在另外一端 看到好多次那时候 然后又看到这个时钟 时钟是使着12点的单位 然后又商点 商点是出去 什么是商点呢 商点也是15点 有没有 12加3不是15吗 那什么15点呢 15点也是以色列人的15号 以色列人的15号 也是我们用的日历 19号 也就是12月19号 ok 那之前 我忘记话下 我现在才记得 要讲这一句话 就是说 之前有没有看到一个时钟 然后在10点的单位 写着12 就是以色列人的10月呢 我们就是12月 这个意向我远远记得 我之前讲了很多字 就是看到一个时钟 然后是金色的 这样 然后在10点的单位 写着10 然后旁边有一个圆圈 外面一个圆圈 写着12 是金色的 所以我12月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10月 所以我们很正确知道说 我们是12月回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牙齿 哇 一个嘴巴很漂亮 嘴巴好像是个女的 她的牙齿露出来 上下都全部茫茫的 然后又看到嘴巴 她的嘴巴张开 看到下面的牙齿 全部都在 那大家想起 那牙齿 全部还好好的 那就是一个大人 成人最多32颗牙齿 就是说我们剩下32天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看到我大孙子用的茶杯 是狼青色的 然后手把在8点的单位 也是8上去 那大家知道 一直看到88 OK 就是18号回家 OK 所以在8点的单位 也是18号 那我们西方就直直的上去了 所以接下来 有看到 这是一个东西 好像上面有一个 好出口这样 但是它是深黄色 我应该用深黄色 没有这么深 没有像到orange 也可以orange 如果你在traffic light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orange橙色的时候 或者是深黄色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准备走了 那我们有一个出口了 好 接下来一个白色的盘子 他那个瓢子 是从7点到13点 或者是1点的单位 那是白色的盘子 也是白色的瓢子 就是白色 就是代表神圣 就是回家 穿着细麻衣上去了 好 那你说 Lily啊 是不是我要换一件白色的 随便你要穿什么颜色 那时我就没有整身白色的 我知道在当中上去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神就给我们穿上了 OK 然后 那 有可能我们没有就到另外一端 OK 就是一个代表性 就是说细麻衣就是已经得胜了 得胜了才有细麻衣好穿 OK 就是说你已经正义成为神圣了 好 接下来 就是这个瓢子 7点 7点也是19啊 对不对 7也是19 7加12不是19吗 就是东方的19号 就是上去 就是七星的开始 第一天 13点也是第一天 就是就开始了 第一天20号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到一个女的 哇 她笑得非常苍朗 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回了 12月08 什么12月08 就是12月 就零了 回家 OK 8 西班的18 东方呢 就是19 好 感谢张美祝 我们要准备好 每一天过着洗烈的日子 做个好见证 OK 发也 怎样讲 做盐 做光 好不好 感谢张美祝 阿们